我 不用 我 不用 你 不 我 不要 我 不用 你 我 不 我 不 也好 你就在这儿待几天 安静一下 我保证不会再来骚扰你 可是在我走之前 有样东西你看一下 挺香的 这茶挺贵吧 你没有钱是会享受 有条件就喝茶 没有条件喝水也可言 这跟有没有钱没关系 跟人品有关系 有关系 江老板 有话明说不用扰玩 开个价吧 要多少钱 你愿意离开我妹妹将来 这还真不是钱的事 我是真喜欢的 那之前的四个女人呢 你也是真心喜欢人家吧 你从他们身上 赚了多少钱 你查我吧 我只是提醒你 好自为之 不要敬酒不迟迟罢酒 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 我就可以带着你妹妹去私奔 你说云南好呢 还是海南好呢 我觉得云南不错 那山沟子比较多 他在那人生地不熟的 我估计 找回来的路都很难吧 如果你是为了将来这个人 这么做显然没有问题 可你明明说得见 江老板 应该不屑于做录音这种事吧 那我就跟你说两句 男人之间的话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呢 无非就是你情我愿 千万不要受骗 你妹妹将来她有钱 那是她的条件 很重要的条件 我就算看中了这样的条件 也是无可厚非的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个情场骗子 非要说自己用了真感情 我也是罪了 说吧 多少钱 离开我们家家闭 你觉得你妹妹值多少钱 恐怕再多的钱 都不及妹夫这个头衔 更保持 我实话告诉你 你妹妹我指定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怕 有你妹妹在我怕什么呀 再说了 我就是见面一条 江大老板 不会难为我这个无名小组吧 传出去不好听 这样的话 我手上有个房地产项目 如果你愿意离开将来 我可以让出一部分的股权 等到项目做完了 我保证你的收入 不少一把位数 我刚才被说了吗 我要的不止这条 我还没有说完 我唯一在乎 是我妹妹将来会不会受到伤害 我之所以给你这个机会 是希望你在江南身边 好爱好学 如果你不接受 你身上的几件破事 随便挑一些处 来做点文章